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岛头条新闻 让我们一块带您掌握今天世界一个最新动态 我是海翔 我是明月 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二 是的 今天的头条新闻有哪些的一块带您来关注 加州参议员云一粮案今天再次开庭 另外台湾的太阳花学生运动领袖 今天抵达湾区也在矽谷参加公开活动 湾区整体的消费价格指数增幅减缓 但民众的消费还是比去年更加贵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有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今天一周年的纪念了 谷歌眼镜今天公开在网上发售 短短几个小时就销售一空 稍后也带你一块来关心 那焦点部分赶紧交给明月 今天焦点新闻给大家先介绍 西谷知识产权局 今天落脚盛河西 罕见的自然现象雪月亮今天将呈现在弯曲 美国无线产业协会将加装手机防盗系统 更多精彩新闻稍后带给您 新岛新闻集团 您的最佳宣传伙伴 新岛日报 旗下杂志包括 新岛地产 新岛周刊 东周刊 发行量第一的免费中文报刊 美国都市报 收听率第一的国粤语电台 新岛中文电台 与Xfinity Comcast 238台 Crossings TV合作的电视节目 新岛头条新闻 新岛.tv 新岛usa.com Chinese Radio.com 新岛TV app 多元化 全方位 为您提供一站式市场推广策略 广告热线 1800新岛 等一下 我要通知保险公司 还要把车拿去修 我的state farm代理人 不用担心 有我就搞定了 等拖车来了 我就载你们回家 High five 超人服务 安心超人 想更好迈进 state farm 欢迎回来 先带给您一条最新的消息 是根据韩国的媒体报导 一艘载有350个乘客的客轮 在韩国的西南海岸沉没了 那目前 这个韩国的海岸巡防队 也到现场去抢救 目前伤亡未明 如果说有详细的一些 最新动态的话 我们随时会带给您 我们来看看 这个加州参议员 云英良和帮派头目 周国翔等29个人 被联邦起诉 走私军火一案 今天再开庭 周国翔提出了 无罪答辩 另外有四个人 是不得保释的被告 也首度了现身 另外一方面 数十名旧金山华人社区领袖 今天也联署了公开信 指责部分媒体利用 云英良案的恶意抹黑的 华裔社区 也强调云英良案 绝对跟这个华裔政权 和华裔文化 扯不上关系 我们来看看新岛的记者 崔玲子的报道 四名首次出庭的被告包括 55岁的全球志工堂议长 鲍一华 42岁志工堂财政 殷永芬 前旧金山教育委员 杰克逊之子 28岁的小杰克逊 和29岁的体育经济 苏李云 鲍一华和殷永芬 分别被控洗钱 贩卖毒品和私烟等 小杰克逊和苏李云 还被控密谋买凶杀人 和走私军火等罪名 除殷永芬外 各被告均由代表律师提出无罪抗辩 本案主要被告志工堂会长周国祥 在两名辩护律师的陪同下出庭应讯 表现轻松 面露笑容 他的代表律师在庭讯后表示 周国祥是一个乐观积极的社区组织者 目前的精神状况良好 对案件审理抱持积极态度 另一方面 今天有数十名旧金山华裔社区领袖 联名发表公开信 公开指责部分媒体 利用余韵良一案 恶意抹黑华裔社区 公开信说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辛劳 我们能够充分参与到地方政治 成果实在得来不易 何堪一朝丧失 部分媒体利用检控余韵良火重事件 玷污我华裔社群 公开信还说 过去数周中 我们的社区在这次政治漩涡中表现成熟 静观事态的发展 余韵良对于华裔来说 政客形象鲜明 但并非我们的唯一代表 其实很多民选公职人员都全心全意为我们付出 签署该公开信的社区领袖 包括中华总商会顾问白蓝 华协中心行政主任方小龙 安老字住处行政总监中月娟 社区青年中心行政主任温静廷 社区领袖翁锡智等 新岛记者崔玲子报道 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生运动领袖魏阳黄玉芬今天抵达了湾区 在矽谷参加了公开活动 介绍台湾学生运动近况和取得了一些进展 新岛记者邱佳琪 李娜的报道 魏阳和黄玉芬今天下午在参观史丹福大学后 接受了本台的访问 魏阳指出 此次来美国的一个主要目的 除了向在美台湾学生讲述太阳花学运的进展之外 也想学习美国在民主运动方面的相关经验 太阳花学运学生发言人黄玉芬说 此次学运虽然没有达到全面的胜利 但是在某种角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透过这次我们实际占领立法院议场的行动 我们这么多人站出来 那其实我想多多少少改变了 大家对社会运动的看法 他指出 如果没有学生运动 服贸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局面 由于占领立法院的活动 魏阳被当局起诉为妨害公务 对此他表示 学生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妨害了政府的正常秩序 我们确实打破玻璃 我们确实阻止警察进行驱离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都会承认 但是为了民主事业 牺牲还是值得 我们认为这些行为都还是 符合民主的精神 符合人民心思抵抗权的精神 对于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自己愿意领受 魏阳和黄玉芬今晚还参加了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北加州分会 和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 联合举办的筹款晚宴 并发表演讲 新岛记者邱佳琪李娜报道 根据这个最今年的最新数据显示 尽管旧金山湾区整体的消费价格指数 是这个增幅是减缓 但是民众的十一住行所需的一些消费 还是比去年更加的昂贵 这对民众来说的生活 到底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请这个新岛记者刘如先 为我们做一些报道 联邦劳工统计局显示 货币的购买力今年再度下降 本周湾区司机平均所支付的 汽油价格超过4元每加轮 近期增幅高达70仙 加满一箱15加轮的汽油 需要比往常多支付近10元 相比去年底 湾区整体的消费指数上扬1.2% 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饮食 住房和汽油分别上涨0.3% 1.3%和2.8% 从商家的角度 什么会导致价格上扬呢 货品的价钱在supermarket里面 但来说这是demand and supply的关系 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生产的环境 天气的情形 还有消费者的需求 就是因为直接key item的 售价影响 大家都会觉得 很多东西都贵了这样子 我们作为一个零售商 我们会尽量在角方做一些平衡 那么消费者是否觉得 物价有所上涨呢 没有个 我不知道 没有 还好因为我不经常买东西 小小了 好像是有一些影响 但是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困扰 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没有 对物价上涨的感觉可能因人而异 但有关数据显示 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的确大不如前 新岛记者刘如谦报道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一周年 华盛顿和波士顿都举行悼念仪式 副总统拜登马省州长以及波士顿市长 率领了众多民众 冒雨在波士顿马拉松的终点的位置 默哀悼念死难者 副总统拜登说 下星期一的马拉松的赛事 大约有三万六千人报名 正好向这个全世界 尤其是这个恐怖分子要表明 美国永远不会退缩 数位幸存者也发表了励志的讲话 那总统奥巴马则在白宫带领了官员 在第一次发生爆炸时间点来默哀 他也赞扬波士顿人 在惨剧发生之后的 无比的勇气跟领导力 对遇难者和伤者 质疑深切的一个慰问 再来看看谷歌眼镜 今天公开在网上发售的 这标价是1500块钱 可是短短几个小时就销售一空 但谷歌并没有透露他们 到底卖出了多少副这样的一个眼镜 这款高科技的眼镜 到底有怎么样的功能呢 我们请新岛记者麦祥雄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Google眼镜是一款穿戴式的智能眼镜 即智能手机GPS照相机于一身 在用户的眼前展现实时信息 只要眨眨眼动动头 就能拍照上传 收发短信查询天气路况等 是在通讯领域中 科技的又一大新的进步和尝试 这次限量版网上销售 共有灰色 橙色 黑色 白色和淡蓝色五种颜色 只供18岁以上美国居民购买 每人限购一付 但Google并没有说明限量多少 Google表示 尚未做好将Google眼镜 带往其他国家的准备 看来对于不在美国本土的用家 只有垂颜的份了 登陆到中国淘宝网上 可以发现代购价已经炒到了将近2500美元 锡股的科技专业人士 评价Google眼镜为通讯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 它让人们的通讯手段越来越方便 也有消息人士透露 Google眼镜会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正常发售 到时候购买就没有限制 科技玩家如果错过今天的机会 还可以耐心等待下一次 星岛记者麦祥雄报道 博晓得你今天是不是也强购一副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接见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谈及到双边关系及乌克兰的局势 习近平也强调说 他重视跟普京总统的相互信任和友谊 我们来看看李拉恩报道 习近平强调 他真是与总统普京的相互信任和友谊 当前中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超越双边范畴 双方要把高度政治互信 转化为更广泛的务实合作成果 不断加大相互政治支持 加快战略性大项目合作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习近平说 欢迎普京下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俄双方要充分准备 突出更多合作亮点 拉夫罗夫向习近平转达普京的祝愿 并通报俄方在乌克兰问题的立场 习近平就阐述中方立场和主张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通电话 表示让乌克兰矛盾升级 只会将该国推向内战边缘 联合国安理会目前就乌克兰召开紧急会议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西尔盖耶夫 指责占领乌多个城市政府机构的集会者 为乌当局展开的反恐行动辩解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明表示 解决乌克兰问题涉及各方利益和关切 应兼顾平衡 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弥合分歧 在法律和秩序框架内解决 星岛记者李纳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新闻 在下节焦点新闻当中要为您报道 十细股知识产权落脚于盛河溪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Kevin又在玩手机打电动了 妈 哈佛全方位出了手机APP 每天轻松做题 SAT进步超快 真的吗 秀给我看看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大学申请辅导的权威 哈佛全方位创新的手机APP 给学生最强效的SAT练习 想您的子女进入理想大学 就交给哈佛全方位 暑期班招生中 宝宝的甜甜一笑 举手投足 牵动爸妈的心 欢迎参加G-like 可爱宝宝录像比赛 请将五岁或以下宝宝的 不超过两分钟可爱录像 DVD 既致星岛 大赛将选出20个入围视频 上载至星岛电视 SingTown.TV 由观众网友按赞投票 选出金银铜奖 详请请参阅星岛日报 本活动由星岛电视 及纽约人寿传家之报主委 欢迎回来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新闻 焦点新闻先给大家介绍 迎合不断扩大的知识产权市场 西谷知识产权局今天和盛河西市府达成了协议 将租赁市府大楼侧翼的一部分为新的办公地点 盛河西市长乔克利大力的支持这项合作 他说作为西谷的首都 那么盛河西理应为西谷知识产权产业发展提供帮助 西谷知识产权局的主任卡贝卡表示 新办公室现在将展开设计和装修 预计明年的4月1号4月的一期工程完成后 产权局的市场部门将率先迁入 其他的部门将在2015年7月全面迁入 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雪月亮 今天凌晨在西半球多个地方都可以见到 而南湾的盛河西和乌伦尤其清晰 从凌晨的12点46分左右起 月球发出了橘红色的光芒 这种现象被天文学家称为雪月亮或者是猎人月亮 科学家分析说 月亮上的雪色是由于日出日落 在地球表面投射的光线所造成的 当太阳光投射到地球的外源上 再被折射到地球的阴影 就会将月亮变成铁素色的天体 如果错过了这次的雪月亮器官 您还可以密切地留意未来三次的月时 将分别出现在今年的10月8号 明年的4月4号和9月28号 针对今年的手机盗窃案 在全球有上升的趋势 旧金山的地检官贾斯康和纽约州的司法部长 斯奈德曼今天发表了联合声明 宣布美国无线产业协会 正准备展开一项新的自愿性措施 在未来推出的手机加装防盗功能 贾斯康和斯奈德曼指出 新的措施将有效的减低手机被盗的几率 又强调呼吁所有的无线产业的手机产品 一概加装防盗软件 东湾公车局首席财务总监克林顿 被控挪用超过50万来自宗教团体的款项 被当局拘捕 正放有心的行政假期 阿拉米达县的地检官办公室指 克林顿屡次将部分来自三间乌伦教堂的捐款 擅自作为私人的用途 例如缴交房屋的贷款 缴付孩子私立学校的学费 高尔夫求会的会员和购买名贵房车等等 而总额超过了50万美元 在没有完成投保加州登记的加州居民 必须在今天午夜之前完成申请 否则将无法买到今年的保险 投保加州是联邦的建改法规定下的 加州网上交保交易市场 供居民购买保险 而投保加州的发言人表示 如果不在今天的午夜之前完成申请 将要等到今年的10月份再次开放注册时 才能申请投保了 而且还有可能面临95元 或者是年收入1%的罚款 罚款数还将逐年低增 三番市的消防部门公布调查报告 指上月在米慎湾的五级大火属于意外 3月11号米慎湾的四街1200号的路段 移动正在兴建的六层高的公寓楼牌 发生了一级大火 消防部门的调查证实 因一件炙热或者是过热的物件 点燃了建筑木材 因此认为这一次的事件纯属意外 而消防部门将在稍后的报告中 对事件做出详细的解释 白宫宣布总统奥巴马 将在本月的23到25号 下星期三期访问日本 接着再分别前往韩国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访问 有媒体披露 奥巴马原定在24号早上抵达日本 但是日本政府希望奥巴马 延长在日本的停留时间 而提早在23号到达 奥巴马将会在24号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举行首脑会谈 以上就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新岛日报 有情速递分类小广告 祝您幸福 欢迎回来 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微时代 微信也已经成为人们热门的一个话题之一 在眼下无人不微信的 微信也由阅读转换成这个消费 那消费又转换成这个推广 每人每天打开手机 总是可以见到朋友圈里面 展示各种的商品 不仅自己花钱还要鼓励朋友也来花钱 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微信朋友圈已经变成微信商业圈 记者就此话题随机采访了几位民众 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挺好的 为啥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商品 通过朋友圈 微信圈 向大家可以展示 也算是一种营销方式 不解释 为什么 我觉得朋友之间是朋友的关系 你要搞成商业 据资料显示 截止2014年1月 全国微信用户突破10亿大关 便捷的社交软件 在人们沟通之余 也促生了一个新事物 微信营销 微信营销看重的是朋友圈的人气 据了解 出现在朋友圈里的商业信息 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一些网店商家发布的信息 一类是本地商家或个人发布的信息等 家住乌鲁木齐市的张女士 经常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广州 为了展示自己的商品 她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 发布一些商品 吸引圈中朋友的目光 原来觉得就是只让大家看一看 了解一下 自从这个发生起来之后吧 来买的人挺多 虽然微信平台快捷方便 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据一位业内人士说 由于微信开店不需要实名认证 也没有平台监控 目前处于监管空白区 4月中旬以来呢 山西省人类金子库先后在太原市柳巷火车站广场等闹区呢 打出了这个金元告急的海报 也鼓励呢20到45岁健康男子要捐献他们的精益 但是呢应征者是寥寥无几 对此呢这山西省的人类金子库的负责人也呼吁民众转变一下这个传统观念 理心来对待这项公益事业 看看记者的报道 记者在太原火车站广场看到 山西省人类金子库金元告急的海报 虽引来不少关注的目光 但多数年轻人都在互相调侃的嬉笑声中匆匆而过 很多大学生对这个不能接受 就是觉得你们这是不是就是什么淫秽场所呀 或者说是这个是不是就是私下里这个买卖金子 这个东西可能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而且就是说接受起来相对有一些困难 所以过来的人还是很少的 据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超过4000万 占育林人口的12.5% 每8对育林夫妇就有一对不孕 目前中国大陆不孕不育症的患者也在逐年增加 我们在西省库是个小库 每年也就是有个100多个合格的治愈者 这样的话每年也就只能解决500多个家庭的这种生育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说就是男性不育的 特别是无精神的发病率在1%左右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无法满足这么多货者的需求 据公开报道 近年中国各地精子库都出现晶圆紧张的状况 在广东等地甚至一惊难求 因地处中国内陆 捐金这项公益事业在深系的推行同样举步维艰 在您关心财经消息 联储局主席叶伦表示联储局正考虑额外的措施 来应对短期批发融资市场的金融稳定风险 或者是会向市场全面实施一些措施 包括像是最低保证金要求等等 而美国财政部公布了2月份的整体的资本流 净流入是1677亿的美金 外资透过交易途径 净买入是857亿的美金 另外美国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按月上升0.2% 按年是上升1.5% 升幅略高于预期 纽约股市反复上升 可口可乐以及强升等多间美国公司的业绩理想 但因为乌克兰局势一度拖累了大师的表现 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关心一下 今天华尔街三大指数一个变化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6262点升89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4034点升11点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1842点升12点 汇价方面美元兑换人民币保6.22 港元7.75 台币30.18 欧元0.72 日元101.89 英镑0.59 澳元1.06 加元1.09 油价每桶包103.55美元跌55仙 金价每盎司包1303.20美元跌24.3 白银报19.64美元跌41仙 明天的天气依旧是晴朗的 而且是局部带有一点点云的好天气 那一块来关心 XINGTOW WEATHER GIRL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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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就带来关心今天的娱乐新闻了 还记得当年牵动华人心的加拿大学生 那么兰可尔的事件到现在兰可尔的死还都是个谜 今日就有以兰可尔事件为背景的影片将与大家见面了 一起来看看是怎样一个作品 4月15号 以兰可尔事件为背景的影片《兰可尔之旅》 全球媒体见面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创作人员 在现场介绍了该片的制作背景 他那就是出了很多的著名的灵异事件 包括这个午夜追踪者、连环杀人14个人 包括黑色大梨花等等等等 这些很著名的 他在影片当中介绍的那些都是真人真事 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在那边过夜 因为我真的不敢过夜 而且我自己都不敢搭乘那个电梯 有北京南海营业有限公司 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 华永投资集团联合出品的系列纪录片 《雪伤!进藏先遣连全计时》 将于4月16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播出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望角开网大铺的红万 众演员文永山、惠英红与黄文南等 昨天承搭红万到戏中的茶餐厅举行注决活动 并宣布该片票房已冲破千万元 侍奉导演陈果的55岁生日 大家送上红万造型蛋糕为他庆祝 惠英红更吻赫寿星 而惠英红则获赠鲜花 和他获金像奖 导演林超贤在激战中把张家辉变成暴击男 先全程狂热 这次在芯片魔警 再给张家辉一次大的挑战 把他推入火场烧到脱皮脱骨 张家辉花四个小时化妆 出来效果有如丧尸般的非常恐怖 有影运人率先看片后 大赞张家辉演技精湛 大有可能明年再封影帝 更多娱乐资讯 不要错过明天出版的星岛日报 以上是今天的娱乐新闻 想问问这个明月 有没有看过这个歹足的散舞 其实是非常的精彩 在今天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歹足的散舞 如果您还想重温我们今天节目的话 尽管登陆我们的网站 SingTalk.tv 去来重温我们每一天精彩的节目 是的 最后祝福你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